陈文生、赖清角、钟祈田、赖天培、大约7人 18年前在林永发老师家决定创会 于是吴静雅集华会诞生了 从以前林永发老师的指导 到后来也成长了 叶钟头也当了书华会的会长 我们没有竞争 只有互相的合作 因为一个树长大了 师父临近门修行在个人 每个人就走不一样的路 我们也希望18岁是一个最迷惘 成长了 也容易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昨天在想 因为我们原本是7月4号要开幕 可是7月4号很多场 我们也尊重了没有 生活美学馆 我就把它改成7月5号 7月5号我翻开农民历 日子很不好 我就想到天后宫拜拜 我想说要满真师父来加持一下 然后我们牧师方芳姐来一下 阿妮师母来一下 这样比较好一点 早上我又滑杯一下 因为早上风很大 我又很担心 恶意狂风大雨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 所以我说因为相信你有正确的信仰 你就会有希望 心里就充满爱 以水墨结缘的会员们 来自各行各业各种年龄层 像家人一样相处 18年来共同经历许多悲欢离合 会员人数曾经高达60几人 但也曾经历只剩各位数会员的窘境 在已经两度连任的理事长杨玉谦努力经营之下 目前稳定成长中 并与阿尼瑟佛儿童之家 哈拿等单位合作 将艺术深化到工艺活动之中 就是因为杨领事长 他因为新系工艺 所以一直把这个艺术更加的神华 不再是追求个人的兴趣啊 技术的提升而已 他已经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要特别的谢谢吴靖雅吉 其实你们是 应该是哈拿成立以来 第一个向我们伸出元首的一个 台东在地的单位 是第一个 我今天特别去翻我的那个行事例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谢谢你们 就是第一个向我们伸出元首 当我们很多人不认识我们这个 气音之家的时候 你们就率先为我们画画 2015年画会满18岁 大家相约 7月1号到29号 在成品台东故事馆 举办用水墨画台东 会员作品连展 5号下午开幕 庆祝吴靖雅吉 18岁 18的姑娘一朵花 那我觉得现在是他们很成熟 而且像花一样绽放的时候 这是我们台东 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社团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支持他们 至少要来看 那每一幅画我都非常的感动 而且是跟我们台东有关的 台东人一定要来 包括第一届的会长陈文生 还有从谈恋爱时期进入画会 目前育有两名子女的教育界人士 陈玉安、王琼为 和画会第二代高子云的女儿吴宇杰 与长期认同、鼓励、指导、吴靖雅吉画会的 生活美学馆、文化处等单位 还有潘玉芬、黄金会等顾问都到场祝福 希望正值18美丽年华的画会 继续朝向成熟之路迈进 刘瑞丸、徐静宽采访摄影 谢谢大家